有听过迪士尼的快速通行吗? 地球乐园也有这种VIP服务哦 秘密就在林树的流年里面哦 嗨,大家好啊,我是美妙大师 这次要来说林树的流年 不管几号人,每年都会往下一个数字迈进 如果今年是流年一,明年就是二,一直走到九 下一年又会回到流年一哦 先来教大家计算林树的流年 2022数字等于6 8月7日生日的同学用林树加法计算 6加8加7等于21 2加1等于3,流年3 还不知道流年3代表什么意思吗? 欢迎参考喵喵大师流年一到九的节目哦 今天来说流年四 不管是几号人,当流年走到四时 会体验到生存的现实问题 也许是家人有状况,需要出钱出力帮忙 或是想结婚,买房子,生宝宝 要提前准备基金 还有工作异动,收入调整 和支出需要仔细平衡 总之就是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人宝全家宝 开心当月光族 买就买,想玩就玩的日子结束了 是的,到了流年四就没有任性的空间 体验四号人必须资株比较 没有余裕的状态 请学习四号人不急着吃棉花糖的努力 请努力到12月31日 流年四就怕死了 四号人一生都要这么兢兢业业 一年毕业OK啦 流年一到九的循环是以九年为单位 从开心任性的流年三到捉襟见轴的流年四 最好的状态是流年三 作品让众人击赏 而愿意提供资源 同时开源节流 让局面扩大 这是最强而有力的流年四模式 如果前一年走什么都想玩 什么都不管的任性小孩路线 导致拿不出成果时 账单与人情债 可是会和流年主题一起结算的 不面对放任力滚力 会很恐怖的哦 流年四会让人深入思考 值不值得的问题 时间资源就这么多 冲动的后果是否后悔 流年四的前九个月 多半是害怕焦虑恐慌的 因为责任变大了 必须立刻长大 不管是时间体力收入情绪 全部都很紧绷 在瀕临崩溃时 自己人的态度又是什么 一起努力 装聋作哑 还是制造新问题 体会到钱不是万能 但没有钱万万不能 每天都希望重乐透 就能一次搞定全部问题 但真的是有钱就能搞定 难搞的自己人吗 到流年四的最后三个月 会领悟 脾及泰来这句话 意识到没有侥幸 没有捷径 只有放下各种情绪 理性面对就有下一步 流年四就是要乖乖的好吗 一起加油 往下一关前进咯 如果你是务实的一号人和七号人 流年四就是重要的转折时刻 即使面临艰难的抉择 也是生命蓝土的重要进度 请不要逃避 跟上改变 把重大的计划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 每天完成一趴 然后定下明天的小目标的完成时间 养成习惯 持续下去 一百天后就知道厉害了 如果你是四号人 流年四是综合评量 但不是考试 是调整生命蓝图平衡状态的本命年 记得喵喵大师在四号人的 幼幼版和pro版说过 幼幼版的四号人会因为担心 变得焦虑 不安 搞错准备的方向吗 对 多半会准备太多 回到流年四时 反而会出现备案选择困难 一时间动弹不得 措施良机 结果无法前进 这会让四号人很挫折 只好减少防御 锁定成长 留下最有用的方法与人才 其他都舍弃 才能前进 到pro版时 流年四是组成核心团队的好时机哦 林树的九个主题 不管是几号人 都会让玩家一年一年轮替的 体验、学习、挑战、观察、比对、复习、内化 直到自己的林树主题升等为pro级哦 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林树2.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 就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 我是喵喵大师 下次再聊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